各位观众朋友好 我们才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 今天我们台湾是受到 封面游戏略过的影响 所以在这个Info面北部东北部 其实都有一些雨势 那么很快的 今天中午左右 封面已经通过了 但是接下来就是封面后方的 东北风跟冷空气的增强 所以在明天后天的话 Info面北部东北部 要特别注意会转凉 而且有短暂的阵雨 天气没有像过去几天 那么样子的温暖了 中南部的话 比较没有受到影响 还是比较稳定的天气 但是日夜温差会比较明显 因为南部的话 是在东北风的下风处 扩散条件会比较差 要特别注意空气品质 有可能达到橘色灯号 对敏感族群不健康 来看一下云图 今天的话是封面的尾巴通过 虽然是封面尾巴 但是在我们的竹苗以北 今天白天还是有一些 比较明显的雨势 但是在封面通过之后 雨势很快的就缓和下来 接下来可以看到 就是封面后方的 偏北风跟东北风 在逐渐的南下当中 那么水气减少 但是因为封面的这个 地形台声作用的关系 所以在封面北部东北部 云量还是会比较偏多 也还是会有一些 局部零星的短暂阵雨 至于今年的第一号台风 马勒卡持续往北面移动 慢慢的远离台湾 对我们台湾来说 比较没有直接的影响 但是沿海地区 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长浪 那么过来几天的话 我们台湾会持续在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封面北部东北部 云量都会比较偏多 温度的话也会比较偏凉一些 那么目前看起来 东北风冷空气的影响 会一直持续到下个礼拜二左右 那么这段期间的话 北部东北部 以礼拜六跟礼拜天这两天来说 水气相对来说比较少 算是短暂的空档 大家可以好好地来把握一下 下个礼拜三礼拜四 看起来还会再有一波封面云气 还会再有一波云气略过我们台湾 所以天气可能还会有一些变化 只是说时间还比较长一点 还有一些变化的空间 我们持续来关注 来看一下容易下雨的地区的话 因为慢慢转成偏北风之后 水气并不算很多 所以迎风面 北部东北部东部 算是有这个地形抬升作用 所以有一些这个局部零星的 短暂正雨 那么过来四天的降雨预测图 可以更明显地看到 主要降雨的范围都是在北部东北部 礼拜一的时候 水气量稍微地增加一些 那么下雨的范围也稍微扩大 中北部东北部跟东部的话 都有一些下雨的机会 甚至在我们中北部 像桃株苗 大台北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地区 雨时会稍微比较明显一些 那么在北部的话 温度趋势特别留意 就是未来几天 这个温度会比较凉一些 白天高温会降温 只剩下21到22度 清晨低温大概17到19度 所以清晨也会变得比较冷一些 像礼拜六礼拜天开始之后 早上跟晚上就会比较凉 比较冷了 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中部的话 就是夜温上会比较明显 低温大概19到20度 白天高温还是有维持在27到28度左右 最主要是因为中部比较没有受到 这个这一波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天气还是比较稳定一些 但是礼拜一礼拜二水气稍微增加的时候 雨量变多了 白天高温也会稍微的往下降一些 南部的话呢 这个温度更没有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低温的话大概在21到23度 白天高温也有27到29度左右 但是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日夜温差 早上跟晚上还是比较偏凉一些 要添加这个衣物 另外就是刚刚提醒过大家的这个空气品质 我们南部的话呢 可能会稍微比较差一些 这个扩展条件没有很好 敏感族群 外出的话要特别注意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明天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